嗨大家好,我是Andrew 歡迎回到Cooking Simulator 今天就繼續來做料理吧 今天就是比賽 所以說菜單調整好了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徵集版的話 多了 柳丁沙拉 好像不會太難嗎 這個要把它升級一下嗎 72點,我有291點 把這個升級一下 然後 買個最便宜的湯好了 這個湯看一下 升級只要42耶 他的升級版 但是我還沒製作過一般版本 清燉鴨湯,水鴨胸 這個跟原本有什麼不一樣 好像就不用什麼鴨胸 就只有湯嗎 攪拌混合物 他是把鴨胸先攪拌耶 做法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變成咖啡色的湯 直接升級好了 有點奇妙 大概就先這樣吧 準備差不多了 只先跳過準備階段 首先來一份漢堡牌 撒上3克的鹽 3克黑胡椒 每面各煎50秒 拿兩個漢堡麵包 放進烤箱烤30秒 漢堡牌熟了就關火 在漢堡牌上淋上10毫升的番茄醬 接下來按照順序 將麵包 洋蔥 漢堡牌 起司 番茄 麵包 裝盤 之後就直接上菜 好像缺了什麼東西 投訴 刀工不好 食材量出錯 舉出一份鴨胸 撒上3克的鹽 3克黑胡椒 3克的糖 在鍋中倒入10毫升葵花籽油 鼠尾炒兩片 鴨胸放入鍋中 每面各進100秒 之後將蘋果切塊 將蘋果放入碗中 倒入20毫升的檸檬汁 在鍋中倒入10毫升脫水黃油 將蘋果倒入鍋中 煎45秒 鴨胸熟了裝盤 蘋果熟了裝盤 鴨胸配蘋果上菜 少了 快一顆星了 什麼地方有問題 溫度出錯 溫度嗎 鼠尾炒不夠 這個難道也要放在上面嗎 還是不用 不太懂 首先拿出一片鴨魚 加入3克的鹽 3克黑胡椒 5克甜椒粉 5克自然粉 每面各煎35秒 接下來將鴨魚放上托盤 加入5毫升橄欖油 5毫升檸檬汁 5毫升脫水黃油 放入烤箱烤45秒 將檸檬切片 接下來將鴨魚裝盤 放上檸檬 來放3片鴨錦葉 將鴨魚上菜 5克 mathematics 青星樹好少 蛋 Dr raise ticket 投訴 温度出錯 油不夠 2片烘烤鴨魚上菜 這個別家又恢復了一点點 哪邊出錯呢 不太懂 除了 cégeuc 第三份烘烤鱈魚上菜 好像無止境的烘烤鱈魚 這就是比賽嗎? 一直做同樣的菜 是這樣嗎? 第四份鱈魚上菜 最後星星都在這裡 溫度出錯,油不夠 總算可以製作新的料理了 義大利麵 壓在鍋中加入1000毫升的水 拿個鍋子 加1000毫升的水 這裡被我弄得有點髒 之後呢 要加入什麼? 要加入鹽巴5克 鹽巴 12345 然後 然後 螺旋粉 我好像還沒買 螺旋粉 螺旋粉 這個要怎麼加? 這個要怎麼倒進去? 這是用倒的嗎? 可是要怎麼看那個 160 160是多少? 要怎麼看? 倒一些出來看看好了 這樣是多少? 一個10 所以我需要用到 16根 這樣沒錯吧? 這樣可以直接看嗎? 150 這樣差一根就好 先把它丟進來 差一根 可是它好難到喔 一根 不小心掉出來了 多了一點點 拿起一根 這樣只有160 其他的先不管它 最後要組45秒 45秒 組個... 欸?好像少一...欸?為什麼好像少一根? 在鍋子裡面的也會掉出來嗎? 有點奇妙 組個45秒 欸?等一下 計時一下 新菜還是計時一下比較保險 6...5 打開 接下來要做什麼? 砂鍋 儲水 砂鍋是什麼? 砂鍋內儲水是什麼意思? 接下來要切大蒜 先把這個放... 過來一下 這個... 然後先把它倒掉 等一下 我現在要大蒜多少 大概兩顆大蒜 兩顆大蒜 欸?不對 四顆 時間快到了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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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到了 可是它還沒好 可是把它關掉好了 呵呵 接下來要把它切木 等於要切成8塊嗎? 5克 切成8塊 每個都切一半 每個切一半 這樣子的話 這個位置有點... 尷尬 先把它移開 把這個切一半 切一半 還是這一顆 剛好被卡住 來這邊切好了 覺得複雜 把它切一半 這樣就好了嗎? 看一下 好像沒切到耶 為什麼 太神秘了 神秘事件 切到了 先丟一邊 最後要做什麼? 清鍋裝要加...什麼? 橄欖油40 橄欖油 橄欖油先到 40 感覺好多喔 我有看錯嗎? 我覺得40沒錯吧 到太多了 40之後 大蒜先煎15秒 可以用這個直接接嗎? 好像比較方便一點 大蒜 好短 間隔15秒 好短 15秒 設定一下 打開 打開 開錯東西了 等一下要做什麼呢? 加入煎鍋水 水 好像要用買的吧 記得有水這個東西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等它關火 這樣直接加入水 好像不會很危險嗎? 要加多少 加入40的水 怎麼那麼多 40 煮水 煮水又是什麼 40嗎? 這樣子 40的水 把它放這裡 辣椒薄片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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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 然後呢 然後螺旋粉把它丟進來 螺旋粉 丟 然後 把它丟進來 要 水煮 15秒 一樣15秒 時間到 把它關火 這樣對嗎? 這樣就好了嗎? 之後放入砂鍋 砂鍋 砂鍋 砂鍋是什麼? 就有砂鍋嗎? 小盤 小盤 大盤 大盤 這個 嗯? 這個是砂鍋 要放到這裡面沒錯吧? 呵呵 所有食材放進來 丟 這樣子嗎? 好像有兩根沒有熟嗎? 熟的顏色好像是比較深色 還是那個是烤椒? 有點不太確定 接下來新鮮歐芹 新鮮歐芹沒錯吧 10克的新鮮歐芹 2 3 4 5 這個感覺好像那個餅乾喔 把它上菜 是這樣做嗎? 好像也沒錯嗎? 是這樣嗎? 投訴一堆 大蒜太冷 難道沒有煎到嗎? 是這樣嗎? 學好複雜 哈哈 工作結束了 那個比賽到底是什麼? 我發現這個 煎鍋可以直接這樣清理好像比較快 就不用去倒了 換用垃圾桶 什麼都可以清掉垃圾桶 整理差不多了 跳過清潔階段 結算時間 比賽結果 是什麼? 我只有3.9分 所以是排第6名嗎? 比賽就是這樣嗎? 是什麼? 有獎盃 好特別 是什麼? 這個是鐵製的嗎? 只拿到鐵製的嗎? 支出收入 奇妙的比賽 沒有升級 竟然沒有升級 所以今天也有比賽嗎? 好像應該沒有了吧 就先這樣吧 真的是 很奇妙的比賽 那我今天就先我們到這邊囉 如果想對我說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按讚 我們下支影片 大家下支影片 和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後來 我們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